好的继续来看马叔对阵扎达的第二局 第一局马叔这个长台真是惊艳全场 百分百的命中率 哎好球 打带顺利上手了 要到黑球没问题 这个球形开的也不错 高杆直接来推 好球 哎呀母球这个还是停在了库边啊 影响出干的 看一下左边中带 黑球左上方的这个反薄很有难度啊 对要中带 中带高杆推过来接篮球 走多了 只能调地方值了 中带肝吃一库 手感来的也不错啊 比第一局要好太多 刚夸完 这个走位出现失误了 贴贴头堆了 方应该 好 好 直接防疫干 保一下最右侧的这块红球的薄片 哎呦 这干又是流长财了 能看到 左下方底带 看战安达 还是测量了一下 还是咖啡球挡住了一点点 这个球要去解球的 看战安达 哎呦 流带口了 送了一个 好 往回一灯 继续吃一颗黑球同态 向上的角度可以调粉或者调篮 嗯 奔着粉球中带去的 好 走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这个刹车刹的也是很漂亮的 我说也是一个传奇的选手 位列七五三节最著名的就是一年拿到了大满贯啊 就是一个一个赛年 然后直接拿到英锦赛 大师赛以及市井赛的三个冠军 然后马甲上直接加金标了 威尔是最优秀的斯诺克球员 好 篮球向下的角度 可以直接单叫的 选择炸球队 球队带开看一下 漂亮 左下方底带有了 左右底带都有 四十八岁的马甲说脑袋里可以说全是球路 向下之后 再吃一颗右边中弹 嗯 调篮球了 其实张达跟这些顶尖的选手交交手是没有坏处的 有利于自己球技的提升 还有心理素质的一个磨练 黑球还是向上的角度 现在球队完全带开了 有一杆超分的希望 这个围球够细的 稍微一点向上 直接退一破 调篮球了 刚刚拿到了59分了 现在台面上还有59 再打一套超分 打进这颗红球直接就超了 现在领先51 好球 超分了 马叔这个准度要想治马叔也只有一准制准 可能小特跟马叔过过招还是有一拼的 张新同也是有一拼的 张新同在德国大师赛上反正打的马叔没有脾气 硬生生的改变了自己的开球方式 想要带一下这颗红球没有带到 架干要高难度的左下底 没了 张安达估计也不上来了 翻盘是翻不了了这局 好 2比0 速度很快啊 这局仅用时10分钟 速度很快啊 这局仅用时10分钟 速度很快啊 这局仅用时10分钟